硬链有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益处 最重要的是它能杀死癌细胞 由于它是杀经济 所以必须少量服用 当我说癌细胞 每个人的身体内都有癌细胞 但是它们组织混乱 它们遍布各处 基于某种原因 如果你在身体里创建出某种状况 癌细胞便会组织起来 因此从轻微罪行到有组织犯罪 是严重的问题 不是吗 轻微犯罪在城市里随处可见 它们到处当小偷 爬手 这个那个没什么问题 但是如果它们有50人聚集组织起来 在城市里 那么突然城内整个气氛会改变 因为这50人聚集起来 就能做出让你走到街上会有危险的事情 所以这就是正在身体里发生的事 身体里有癌细胞 这是犯罪的细胞 它们在四处走动 如果它们各自游荡 没问题 如果它们聚合在一起 在同一个地方相遇 彼此又合得来 那就成问题了 如果执法良好 它们会见到 起初一个罪犯 天天偷人钱包 已经很开心了 两个爬手相遇 它们就会入室抢劫 当有五个相遇 它们会梦想去打劫银行 就是这样 所以 如果执法者 急急执法 它们会确保 到处抓一个 把它们关进去 它们会做点事情 让罪犯 永远不会集结到 足够的数量 而成为一个大问题 身体也是如此 在它们连群结党之前 如果你不断地 将它们拆散 杀掉几个 硬炼 每天都这样做 它减少癌细胞 将癌细胞的数量 保持在一定的百分比内 使癌细胞不能联合起来 所以 使用硬炼 是非常重要的事 唯一的问题是 如果你服用过多的硬炼 它同时 杀死精子细胞 也就是说 我们有幸可以减低人口 如果世界上 每个人都服用足够的硬炼 因为它是杀精剂 它必须少量服用 因为每个人发生什么 都不由我们决定 孕妇怀孕 头四个月 保险起见 怀孕期的头五个月 不要使用硬炼 因为硬炼是杀精剂 当胎儿在发育时 精子仍然在某种程度上 发挥作用 处方上师说 头四个月 不要使用硬炼 我要说的是 在怀孕头五个月后 才可以使用硬炼 后五个月 后五个月 我们会使用硬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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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炼